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伟林 一起来关心上周四 习近平出席全球执行长委员会 余会了20多位大多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根据华尔街日报指称 对于美国上周宣布对5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25%关税一事 习近平向跨国执行长们扬言要以牙还牙 反击美国 中美双方很可能将会爆发更激烈的贸易战争 西方有个说法 如果别人打你左脸 你要把右脸也剩过去 那中国文化呢 则是要以牙还牙 这是有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说的一段话 上周四习近平出席全球执行长委员会 与会20位大多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针对美国上周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%关税一事 习近平重申北京计划予以回籍 参加会议的包括美国公司高盛集团 凯越酒店 欧洲公司大众汽车 阿斯利康以及施耐德电器等等 北京宣称有各种反击方式 虽然中国可征收关税的美国货品比美国征收中国的还要少 但中方可以阻碍涉及美国公司的并购交易 延迟发出许可证 加强检查 甚至推动10亿多的国民抵制购买美国产品等等 根据中国官员表示 现在习近平决定以绝不妥协退让的态度来应对美国 也有一位高级官员声称 习近平定下一个谈判原则 就是中共不会对外部压力妥协 然后自食苦果 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在会议上习近平指出 将对那些避免卷入美中贸易战的外国公司给予优待 习近平对川普政府升级贸易冲突之举 给予坚决回应 随即表态强硬反击美国 这很可能预示着美中双方将爆发更激烈的贸易战争 新闻时事报记者崔玉山整理报道